大家好,我是贺友生的林贺 欢迎来到我们的岛闪栏目 相信大家已经通过虎年春晚的舞蹈 《指此轻律》了解到了宋画千里江山图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宋朝的音乐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它会是《指此轻律》这个舞蹈节目的配乐那样的吗? 其实不然,那是一首用MIDI电子管弦乐音色 突出了古琴独奏,通俗化了的现代配乐 我的好友作曲家李斌 向我展示了一份宋朝的乐谱 这份看起来像天书一样的乐谱叫做简字谱 是专门为古琴演奏而生的祭谱法 如果能演奏这份乐谱 你就能听到更正宗的宋朝音乐 于是我们就一起翻译了这份天书乐谱 下面我来演奏一下 我来演奏一下 不知道你听完的第一印象 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和自己想象的中国风那种端庄正气的音乐完全不一样呢? 甚至还有点日本音乐的味道 有点怪怪的,是吧? 没错,它就是来自宋朝的音乐 为什么这个宋朝的曲子听起来怪怪的呢? 这是我们对中国风有什么误解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得动用一点乐理知识 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数正常的曲子其实都是由 Do,Re,Mi,Fa,Sol,La,Si,Do 这几个音组成的 这个我们早已形成了习惯 好像我们的大脑已经默认正常的曲子 就是由这几个音排列组合而成 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了的 当代中国风,实际上是从中抽举 Do,Re,Mi,Sol,La 这几个音组成了五声调式 所以你也会觉得很正常 其实有钢琴基础的朋友 只要用这五个音在钢琴上随便弹 听上去就和我们当代人对中国风的认知非常的接近 比如这样 好的,我们回到这首宋朝的曲子 它的曲名叫做《绝调》选至《士林管记》 如果我把这首曲子中的《古杠音》抽离出来 用中国传统的《十二律》理论来表示 即是 但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如果我用西方的无限谱来大致表示这些音 它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这种排列组合听起来十分奇怪 所以我们就姑且先叫它为宋朝奇怪音阶好了 其实我们对于一种音阶产生的特别的印象 都是由特征音程造成的 比如下面这个音阶 都节调试 它之所以听起来这么日本 其实主要是来源于这个调试中的真似度 它的旋律音程听感是这样的 和声音程听感是这样的 还有其中的半音也就是小二度 旋律音程 和声音程 大多数人所习惯了的中国风 是由五声调式组成的 其中并没有刚才弹的半音和真似度 所以五声调式听起来特别的圆容 没有倾向性 而宋朝奇怪音阶呢 这个音阶的特征音程是 拉和架西 所形成的半音也就是小二度 这里我用的是固定调 这个特征音程就和刚才日本的都节调试 就有点像了 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古琴曲绝调 其实它一开始就用了这个半音的特征音程的听感 怎么样是不是很明显呢 接着因为有了这个拉和架西的半音 那么这个架西和咪也正好组成了真似度 虽然它并不是绝调这首曲子中的最重要的特征音程 但是它的听感也隐约的出现了 所以绝调这首曲子中出现了大量的半音和少量的真似度 它给人一种边边角角的感觉 与现代人对国乐的想象完全不同 所以就显得有点怪怪的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下 也许并不是宋朝的音阶太奇怪 只是我们被西方自然大调音阶 以及在西方思维框架下衍生出的五声音阶 和其当代流行听感所洗脑了 认为它们才是正常的 而排斥了其他的可能性 其实啊,据史料记载 宋朝人还真的挺喜欢我们这种认为奇怪的音阶的呢 那么问题来了 哪种是更正宗的中国风呢? 这个问题有点小复杂 我尽量用最简单的话解释给大家 中国古代音乐大部分是由口传新寿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而其中一部分也被记载在了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 文字上虽然记载了十二律和公商绝之语 但大家要明白它们所代表的完整的听感 可能并非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中国风这样 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有待复原 我们上面听到的诀调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们已经感受过复原后的宋朝奇观音阶了 关于它的来历还得从《士林广记》说起 《士林广记》是宋元时期流行教管的一部日用类书 有点类似今天的百科悬书 它由元代的福建人陈元亮所编 它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所以其中提及的诀调应该是当时社会很流行的曲调 根据作曲家李斌的研究 诀调的音阶应该和唐淑月28调和来自西域秋辞国的音阶息息相关 这些复原后音阶中的特征听感虽然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的确是唐宋时期所流行的听感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唐宋时期流行的听感并没有被传承下来呢? 这当然和中国历史的朝代更替有关系 比如乾隆年间只提倡用正五声就是工商学之语 但当代人对于中国风的印象也许更多的来自西方音乐的影响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法国的美好年代 La Belle Epoque 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上 来自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在了一起 在这个盛会里 年轻的作曲家们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东亚的音乐 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他们最爱的调试之一就是中国的五声调试 充满了抑郁风情 从此五声调试成为了作曲家的当即时尚作曲元素 游走在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 于是中国风逐渐成为了西方现代性的一部分 比如选择德标西版画集的第一乐章 塔 就是将五声调试运用的非常精妙的一首乐曲 他作于1903年 还有普希尼的歌剧《Torando》中符号化的中国元素 比如这首大家很熟悉的被普希尼改编成管弦乐版的 中国名歌《茉莉花》 这种比较正常的没有半音的五声调试 像是被西方音乐体系选定和吸纳的一种中国风 他随着德标西、拉维尔、普希尼的作品 被发扬光大并逐渐被内化成了西方音乐的一部分 这种五声调试配合西式的句法、和声、乐理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成为被强化了的中国风 反向输入回中国 成为当代中国风流行音乐、国乐的主要写作基础 他甚至变成了学术经典和乐理书中的中国风的例子 在这个过程中 宋朝、奇观音阶等许多中国古代音乐的听感 就逐渐被人忽略了 而被西化的中国风的听感 反而被人们所喜欢和接受 成为我们现在的刻板印象 最后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当代中国风和宋朝、奇观音阶哪个更正宗呢? 当然是,宋朝、奇观音阶的听感它是正宗的 而大家所熟悉的当代中国风的曲子 则更多了一些西方音乐的味道 在美国有过旅行经历的朋友 可能会在中餐连锁店吃到左中堂基这道菜 据说这是在欧美最流行的中国菜了 于是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去尝了尝 左中堂基的确用了酱油加了米饭 大致是一道中国菜 但是吃过这道菜的人应该都会像我一样 总觉得它还带着西餐思维不正宗 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听到的 当代的中国风的听感 其实就是音乐中的左中堂基 你不能说从美好年代传出去的中国五声调是不属于中国 但是它也是被西方音乐选择吸纳改动的一种变形 这有好的一面 西化了的当代中国风与世界音乐相融合 强化了中国音乐的正气、圆容和协和程度 这也是历史和人们的选择 加速了中国和世界的融合 也通过喜闻乐见的国乐 给国人带来的文化自信 但有的事情我们又不得不深思 我们只愿意相信被普契尼西化版本的茉莉花才是中国风 而听到宋朝奇怪音阶这样真正的中国音乐 却难以认同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古典时期的天才莫扎特 却说不上一个同时期的中国音乐人 我们都会唱周杰伦的青花词 却忘记了我们基因身处的中国风 还生长在浩瀚的古籍里 因为种种原因 中国音乐史上出现了无数的断层 或者因为中国音乐史并不是一个很吃香的学问 虽然它很有史料 但是却很少有学者能够不带功利性的 投入文言文和古谱研究的海洋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们还有太多宋朝奇怪的音阶 值得去重新发掘和聆听 那都是中国古代音乐中的重要部分 更多内容请关注贺友生的视频 我是贺友生的林赫 谢谢大家